苏角过去楼,建国科技大学利用开学新鲜奋连 让新鲜实在台湾文学养胸中华 几千万有的新鲜除了买在学校关上 中华文学发电所的压平 学校也担任新鲜到北冠山文学报道 实在中华关的文学和他们的作品 中华不然是只有肉丸和空肉饭 中华的文学也是台湾发电最早的生气 中华建国科技大学为了 就要让一年的新鲜了解到中华列宿 利用开学新鲜奋的机会 担任学鲜到中华北冠山文学报道参观 透过游戏充关的方式 让来自国官区的学鲜 可以了解到中华观文化发电的过程 我们希望说建国的学生来到建国 也是等于来到彰化 那对彰化的文化要多一些的了解 那么除了说我们彰化 一般的认识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大县 其实我们工业发展得很好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古迹 像我们八卦山大佛还有孔庙等等都是 那么这里面呢 更有着书院 我们彰化起源很早 有很多的诗人在这边发表很多的这些文章 那么希望说我们建国的学生来到彰化 除了认识我们的这个经济 环境 文化 文学 等等多元的认识 这是我们认为说 我们建国的学生应该要有这些认识 其实我们八卦山这边 这个文化的运含非常的丰富 希望说除了我们的学生之外 更多的人都来这边参与 来这边欣赏 以古中华馆政府的资料 中华馆真早就开发 第一次孙五年清代就适离北山苏伊 后来六少五行行苏伊 闻开苏伊 就当苏伊顶顶顶 所以不用出来赖河 陈虚谷 曾经连订店五名收拾家苏林 所以根据科技台下 和伊顶的新鲜 无关系来自国来也是国家 都应该是在中华 是台湾文学完胸 中华馆并不是只有少吃而已 新中华新闻北冰林中华彩虹报道